我们的观音山祖师 医护主就给七千发王了 那在尼泊尔的祖寺 就弥勒大慈寺 也是供奉一尊 大概有两三楼高的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的圣像 那为什么呢 这么多的祖师大德 他们为什么都会 供奉弥勒菩萨的圣像 因为弥勒菩萨是未来佛 现在广修供奉 准备将来在弥勒菩下身的时候 龙华会上再相逢 那时候要来广力有请 弘扬佛法 有的人跟着弥勒菩萨圣结佛缘 这是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他的本尊是弥勒菩萨的 所以经典他又讲 若人闻此千佛名 一心理事 不生懈怠 必得涅槃 永离三途 生死之患 安住 此人聚足多问 若能受持习送之者 世人则必立之千佛 如果人能够闻着千佛名号 一心离境成事都没有懈怠 将来可以得到涅槃的佛果位 永远远离三途生死之患 三途就是恶趣的 就是可以远离 而且是永远不会有不好的境界 去治愈 安住 词人聚足多问 词人聚足多问 明镜需要您的心理事